欢迎回来这一段 我们帮大家来请到 贵买中心的董事长丁克华 那么刚刚上任一个多月 到底对于接下来他怎么样 把量能冲大一点 还有他对行情怎么看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我们的贵买中心的董事长丁克华 我们请丁董事长先跟我们来聊一聊 怎么样呢 可以把整个市场的饼再做大一点 怎么样可以活络在目前 在OTC贵买市场当中的成交量 要我们的交易量扩大 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什么东西 让机构法人来买我们台湾的股票 那机构法人是谁呢 我们都想到了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机构法人 他钱非常多 但是这个钱因为某些原因 他希望又能够稳定的 又能够有什么样 获利能够固定的 又能够他本金 就是尽量不要波动太厉害的 像受险 对啦 受险知道现在光人寿的 他的资产就是他保费拿进来 他要去运用那个宝费 大概一年平均有1.5兆台币 然后累积了多少钱呢 大概将近18到20兆 这里面百分之五十都买了海外的什么下 海外债 那海外债其实以前在那 也不说他错了 以前那个时机也是对的 因为海外债以前那个时机 他的利息是蛮高的 而且如果外国的像美金 像欧元 币值稳定的话 他又能够得到稳定的收益 又能够拿到 他的本金又不会波动 OK 可是现在我们可以晓得 因为全球在Q1 Q了半天 所以币值波动得很厉害 美金有时候很烂 有时候很好 现在很好了 人民币以前很好 有时候现在很烂 对 欧元也是拨来拨去 日币也是动来动去的 对 其实海外债 风险是蛮大的 它本金 当然会有倒闭的风险以外 因为公司债就会倒闭 但是或者是垃圾债 像国家发展 像欧洲五国垃圾债 也会倒 也不是不会倒 它的利率 有时候还cover不了 它的本金的损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目 过去以前可以 比较稳定的时候可以买 可是现在这个时机 台湾的本益比那么差 比那么小 然后每一次发生什么 黑天鹅事件的时候 谁啊 我们的所谓的外资 他拿台湾当提款机 拼命卖台湾的股票 对不对 那讲老实话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要我们的机构反而 回来买我们台湾的上市 不是因为我在柜台 说要买柜台股票 上市上回都可以买 这个时候你想想看 如果他就算20兆 再拿10% 他可以成为台股当中稳定 对 他拿个10% 两兆 就台湾就 交易量多得不得了了嘛 对不对 很简单 你要买什么东西 不要买股票 买ETF 买所谓的基金 你就不能够 就是那个就是隔了一层 你不能控制公司了嘛 但是ETF有什么好处呢 它因为是很多公司 都集合在一起的 集合在一起的话 它的波动性就会小很多 对 反而安全 反而安全 这些机构法人 我说你们以前在外国 已经玩够了 对不对 还不是玩够了 就是说 你们是到外国去 当初是因为某些原因 可能是国内 也没那么多投资标的 没那么多好的一个 投资的环境 或什么东西 现在有了 而且本益比很低了 你们可以回来买了 因为前三年 我们不是课证 证据交易所 所以闹了三年嘛 使得很多的什么呀 忠实户都出去了 对 现在出去 陆续再回来 但是回来得很慢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在是个好时机 为什么好时机呢 大陆股市不是那么好 以前股市 一路边中间 你大家都跑去都赚钱了 谁还很回来 对不对 日本股市也是从 现在三支舰 力量都处理完了 对 那这些人 我说你们赶快回来吧 赶快把外面处理掉 赶快回来 台湾是比较 又安全又好的地方 对不对 好 那么丁董事长 其实我知道 那么在贵买中心 您上任之后 一直希望贵买中心 未来可以朝向一个 企业育成中心的方向 来进行 那目前呢 有些什么样的规划吗 我觉得台湾是 很有发展潜力的 那一百多所大学 我们你可以 我想你们在 新闻界都知道 台湾的所有的那些什么 就是我们那些大学 还有所谓的那个 就是说一些技术学院 在国际上比那个什么样 那个竞赛 就是研发的竞赛的金牌奖 拿很多金牌 每年都是 以国家 以国家来算的话 以台湾来算的话 有时候全球冠军 对 可是我就常问他们 你拿到这个研发的成果 干什么了 摆到那个柱柜里 当做装饰品 然后顶多把里面的这个过程 写一写 当做教材而已 其实我一直觉得 很可惜说 这些研发的东西 第一个 它有很多的专利 像我们台湾的专利 大概也是全球前几年的 就是艾苏医学院 我们台湾的人 在美国的专利 都超过一万件 每一年都超过一万件 在台湾的超过十二万件 你哪里创意 对 我就说 第一个 你这个创意 要变成产品 产品要变成企业 企业要变成产业 这时候台湾就有救了 你不觉得吗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台湾是很多的希望在里面 可是都很少有力量 把它串起来 所以我就说 我跟教育部合作 我跟经济部合作 中小企业处合作 我们就到处去找他们 就说我们来充实我们的 刚刚讲的那个种子的 那个所谓的那个筹资 募资中心 募资中心 你有创意就丢上来 那个募资中心 还有一个是什么 创柜板 我那一块我花了很大力量 我进来说 这个是我们未来 台湾的希望所在 好 我们看到红年开红盘 那么这两天 其实OTC贵满市场的表现 真的都非常不错 我们请董事长 跟我们的这个投资朋友 可不可以聊一聊 接下来 你对于这个市场的 一个趋势看法 其实真的 看你是什么类型的投资人 做不同类型的 如果你是很专业的 然后你也不怕风险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 就产业 就个股去做那个怎么样 布局 低档布局 高档就要出去 你知道 但是如果你是机构法人 你要赚稳定 长期稳定财的 或者是你是 没有太多时间 去做那个 就是说买卖股票的 那我劝你还是买ETF 买基金 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风险是比较小的 可能赚的不会那么多 但是也不会亏太多了 对不对 而且要趁第一档 要说入市 危机的时候入市 其实巴菲特有讲 当众人都 非常的沮丧的时候 都非常觉得说 未来非常不看好 一片黑暗的时候 你要悄悄地进场 然后未来 一片非常的繁荣 大家看到一片 欢欣向荣的时候 你要悄悄地出去 你知道 反操作 所以我说 反景去循环的下单方式 下单模式要这样做 当然我不敢讲说 一定百分之百赚 但是比较稳定 趋吉比凶 啊 趋吉比凶 是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 丁克华